手机多控软件如何使用 有朋友在问TotoKentoro手机多控软件如何使用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具体的下载 安装 连接和使用方法 1.下载 浏览器搜索TotoKentoro进入官网 点击下载并安装到电脑上 2.连接 打开电脑上安装好的的TotoKentoro软件 拿出要进行控制的手机在设置里面打开 USB调试 第一次使用的话需要用手机数据线 连接手机和电脑 连接成功一次之后 后面可以选择用无线WiFi进行连接 根据手机提示安装TotoKentoro手机客户端 打到手机上 完成以上操作 TotoKentoro电脑端识别到手机之后 点击连接 这样就能把手机投屏到电脑上 并通过TotoKentoro多控软件 用电脑进行控制 这是TotoKentoro的一些功能介绍 并且有默认的一些快捷控制功能 你也可以自己进行修改 3.控制 点击多控中心 这里面有TotoKentoro专业版的更多功能 你可以对连接设备的画质 分辨率等进行调解 可以为手机上的每个设置一个快捷按键来打开它 其他的模式 声音等的设置都在这里 大家可以具体去看看 点击这里的选择设备可以对连接的设备进行分子控制 最多可以分成100组进行分开控制 都选同步键盘 同步鼠标 同步LN之后 就可以对连接的所有设备用鼠标键盘和快捷按键进行同步控制 当然 在菜单栏还有更多功能 这里就不详细介绍 我这里只连接了一台设备 大家可以多连接几台设备试试 另外 TotoKentoro也提供各种脚本接口 需要借助多控软件执行更多脚本功能的 可以通过接口实现 以上就是用TotoKentoro同步控制100台设备执行同一个命令的功能展示 操作非常简单 TotoKentoro提供适用 大家可以先下载安装试用 看看是否符合你的需求 关注我 了解更多手机多控